嗨同学 欢迎收看ASEP凯页数学 例题练习的类题的第六题 今天讲话一直打解 类题第六题 找出所有解 还记得吗 之前有一个题型 它叫做x加2y等于10 那我如果说x跟y呢 都叫做正整数的时候 那它总共有几组解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xy是没有范围 假设x跟y都是个正整数好了 整数的话 那它会有几组解 好 我们前面有练习这种题目 那现在只是把这种题型 应用问题化而已 把它应用问题化 好来看第六题 汉堡到文具店 买一支5元的铅笔 和一支8元的原子笔 共用去的495元 而且每一种至少买一支 好小心哦 我说每一种你至少都有买一支 请问你总共有几种的买法 OK吗 总共有几种的买法 那我当然就先假设 我先假设反正有两个位置数码 第一个叫做铅笔 好我说铅笔叫做x支 然后呢原子笔 原子笔叫做y支 好原 等于y支 再来呢 式子就叫做5x加上8个y 会等于495元 OK那你要记得哦 这个题目里面 x跟y都是正整数 而且它至少都要是1以上 对不对 它都是正整数 然后都是1以上 好所以我们就画一下格子 就分类嘛 你就把这样分一下 然后再来开始慢慢去找 答案就会出来了 当然这个题目如果全部都列出来 你会找死啊 找死 不好听 对不起 你会找到很辛苦 快死掉 对 5x加8 我还等于495 所以你今天要谁去找谁 我曾经讲过了 我说数字大的去找数字小的 所以我会去用y找x 好 然后y去找x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如果今天y是1的时候 18得8丢过去 495减8 487 487除以5 当然没办法整除啊 整除不了 所以1绝对不行 2816丢过去也不行 因为等一下 减完之后尾巴一定要是5的倍数 对不对 这样才会整除嘛 所以我就可以直觉的推出 y应该会等于5 因为5840好来495减掉40 等一下再除以5 这是我们第一个答案 好这个叫做455除以5 它等于91 OK吗 所以5的话是91 再来第二组 第二组 6 848 7 856 8 864 你知道我现在在念什么经吗 我现在念的都是 念出来丢过去都不会是尾巴5或0的 9872 那10乘8 80 80就可以了 所以495 减掉 80 OK 这个写一下 也就是Y是10的时候 80 除以几 除以5 所以它等于415 除以5 答案叫做83 OK 83 这个就是83 好 我说当你找出两组之后呢 后面就很简单了 因为就是一直往后推而已 所以就5 10 15 15的话这是不是就减8 对不对 它每次都减8嘛 那再减8 所以等于多少 75 OK 再来 15 20 25 30 一直下去 所以你说老师 Y可以最多到多少 不能报 所以不能报 495除以8 60 68 48 好 所以我就说 495 除以8 我们先除个8好不好 86 48 然后这个叫做15 好 1 61倍 我可以61倍多啦 OK 但是你不可能用到61倍啊 因为你今天要整数倍 所以我就知道我的最后一个数绝对是什么 60 OK吗 好 这是60 那当它是60的时候 这里是多少 60乘8 480 480 480 15 15 这里是3倍 好 最后结束了 从5 9 1 10 83 一直到最后是 63 老师 最多总共有几种买法呢 5 10 15 20 一直到60 全部有几个数 好 最后的动作是这样子 你就把60记得减5 然后去除以5 加1 就会是全部的 数量了 OK 所以这个是55除以5加1 12 好 当然你说老师 50 15 就是5的倍数到12倍啊 对不对 一样 反正答案就是有12种买法 OK 这个是第6题的第6题 加油